他说利用乘法公式计算这些式子 那这个我们用a平方减p平方 把它给这个解出来 a平方减p平方等于 这个是a减b乘a加b a减b是3 乘以多少?a加b多少? 这个就是50 因为这是2分之1加2分之1是1 净1的话是3加6,9加10 再净2加24,所以乘以50 这样是等于150 好,再来我们看这个 这个我把这个看成a 把这个看成b 那这个a平方减2ab加b平方 所以是a减b的平方 1,3,7又有4分之3 减掉37又有4分之3 的平方 这37又有4分之3消掉了 就变成100 100的平方 所以是1万 1,1,2,3,4 1万 1,2,3、3,4、4,5� 1,5,5,5.4,5m 1,2,4,5 M 2,4,5,5,5m 5,5m 1,2,4,5m 3,2,0,2,5m 3,2,1,2,0,3,2,1,0,3,4m